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gamon的最終熊 繼續走上半森林 上次講到連第一個城都出不了 上半城都出不了 但是經過升等級就已經打贏了 但是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的隊伍裡面只有一隻最高等級的話 其實另外的精靈都會很痛苦 真的平衡不到等級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分勻等級 不要相差太遠 這樣我覺得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玩這個遊戲 不然你升一隻太高,另外一隻又太低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 嘩,不是吧 寄居蟹打得贏我,真還是假 不是開玩笑 這裡電話踢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竟然打得贏我,神經病 我們換一隻飛行出來 剛剛那隻有螺蛇? 這麼厲害嗎? 這個要打了 剛剛那個是蟲牙,不是螺蛇,是蟲牙 OK 我們換一隻飛行,毒針 OK OK,我還有一來又落石 神經病 電鑫 這樣就死了 嘩,這裡也很難打 怎樣打 哇,又被他秒殺了 又要升一隻,我只重18隻,19隻 呵呵,整隊裡面是19隻 不過其實...OK,我們照顧過先吧 到時我再升一隻,幫一些精靈 什麼事? 霸主精靈 我先帶一隻 這裡只有8個 他的困難真的很過分 這裡只有8個 Z招式 咦,怎麼了? 他還說不要丟掉這個 不要丟掉這個 在你拿到徽章之前 你不會再找到這個道具 他說 好,OK 什麼來的?我剛才沒看到 那東西是紫色的 這個嗎?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照顧著先 好 他們一群已經是19隻 我們用火燒 不是,集中打了右邊那隻 右邊那隻傷害比較高 是電網 可以了,搞定 整隊是19隻 這裡又有一個 有一個是19隻 OK 羊羊馬 OK 這招是什麼? 火技 這招要有加速度的火攻 這招要有什麼充能 這招有用嗎? 這招厲害 好 這裡上面是嗎? 快點馬上走 這裡 出去 先出去 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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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會 越升越高 已經20 第一個導管20 之後那些導管就是30多 30多 40 好像兩倍兩倍地上了 那個 Level OK 這隻有沒有機會打贏 有機會嗎? 有沒有呢? 嘩,一下頭錐 一下頭錐撞死了,厲害 燃光石火,他換蟲,嘩,他換了這隻出來嗎?這隻我們用Double Tick吧 秒住過去,嘩,一下打死,這個困難模式很困難,不是開玩笑 這個困難,你看一下,一下秒了我其他,不說剛才5的那隻,有隻19都給我一下秒 這個困難模式,大家覺得需要重新開玩笑嗎?這個困難模式不行 他硬把對戰弄得很難打 譬如,如果你是那些招式的話,都可以破解的,但個體努力每個街邊的訓練家都是這樣 很難打嘛 水技,這裡他頭鎚撞死人了 接著我們換,用這隻,然後雙重踢 然後這裡換廠,我們用那隻雙重踢 神經病,怎麼打在這裡 避了,好,避了都可以 我現在,電光石火 這裡有作用飛人機 你看他一招火技有什麼可能打到我30血 他剛才那招,我印象中那招火技不是很高傷的,但是打我超痛 真的有夠難打 不是又有敬敵嗎? 神經病 所以你沒有見過這個訓練家 他就說 我沒有見過,不過你可以去到這個博物館找他 未必他會在那裡 這個小...小瑤 小瑤啊 Hello,你好,你是不是... 你有沒有見過白頭髮的教練 等於你曾經見過他在森林... 誰啊? 哦,我之前那個... 之前阿森林跟我們組隊相打過 對呀,就是他啦,他是我的朋友來的 而且呢... 他是我的... 是我的對手來的,同事 等一下,熔岩團和水艦隊都在那裡 好... 哦,糟糕了 我呢... 我沒有想過他們竟然會來到這個地區 不過不用擔心,那個人會把他們搞定 嘩,又要打我,不是吧 Let me show 神經病,又要打我 他說讓你見識一下風圓地區精靈的力量 嘩,不是吧 嘩,你看招咬 你看那個刀 嘩... 沒有扣過血筋喔 不是吧 嘩... 嘩... 那個傷害低到... 嘩,他為什麼不斷換重呢 有他... 他...是不是瘋了 OK,可以 可以 我們繼續 哦,他用輝子弓 轉重 隔技打他 嘩,這隻...這隻飛人是打得贏的 但是要...兩下...咦,他走的 OK,就行了 有機會贏得 哎 那這個遊戲呢 或者Pokemon遊戲呢 其實... 注重的有兩樣東西 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種族值 就是他天生的能力值 對 另一個就是叫做... 個體值 個體值... 個體值都是天生的 對 對,種族值跟個體值是天生的 然後第三樣就是努力值 努力值 努力值你可以當是後天 而這隻遊戲呢 他將所有精靈 可能都將他變成最強 對,他先天也是最強 先天沒得趕 但是... 個體值有得控制 個體值就是一出生的能力 那如果他將他所有... 這個出生的能力 和後天的努力 都加在同一隻精靈上 那真的很難打 因為其實呢 努力值呢 比較... 很大程度上影響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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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數值的 其實是 努力值來說 努力值和性格 這一兩樣 那所以我覺得 這隻遊戲呢 其實應該是搞這件事 咦 我幫我回血 原來這裡 祖響了 大佬 神經病 都...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隻... 那隻... 什麼... 小智那裡 小智那裡 小智的尼奧魯真的太過分了 過分太過分了 那隻是 來的 嘩... 不是吧 嘩... 這招這樣 嘩... 嘩了40血 真 假 老友 這個都... 踢他 可以 這個就是火技 不知道放了什麼粉 什麼粉 這招 嘩... 等他用花粉團 這裡 他放花粉團 如果我用火技 我就會爆炸 OK 學到... 學到一招了 那我們用電光石火 再屈死他 這個都不算難打的 但是又幫我升到20天了 我忘了告訴你我的名字 我是來自這個風園地區的 這個博士呢 他呢 就... 叫我過來 然後呢 就給對手一個裝置 對啦 就是給他的朋友 因為他忘了在這個博物館 在這個研究室裡面 你想知道這是什麼裝置 你可以... Dead knife 是什麼意思 這個裝置呢 可以去到幫忙找一些精靈 這個訓練家去... 幫忙找一些野生精靈的線索 大概是這樣 這個不特別的 好 我之後呢 可能會再見到你了 遲些再見吧 希望不要再見這些敬敵 這些敬敵 敬敵敬得太過份了 就算野外訓練家都很厲害 好啦 現在呢 大家看到我隊伍上 現在已經是有隻21咧 那... 打這個... 導管的話一定是21咧 所以這裡起碼要3隻有20咧 現在要升咧 好啦 剛剛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去打街邊訓練家... 不是... 打野生精靈呢 野生精靈這個地方 只有6咧 只有6咧 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我是要用15咧的重去打6咧的怪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經驗值不足 只有41 41咧 41咧 那我要打多久才去到20咧呢 嘩 這遊戲真是滿滿的一個... 很有M的數值 這個遊戲很M的 被虐狂玩 好啦 我們先看看 這是什麼裝置來的 Double Battle 哇 這裡教導管規則 第一個是禁止使用道具 第二個是雙打 神經病 兩個都不是好東西 好 我們來打第一個先 那你見到了 已經21咧了 好 那觸發了蒸氣機 OK 打一贏 OK 打一贏也好 好 OK 還有剛才說過 因為打野生的精靈的話 那個經驗值太低了 所以我們要帶他去打訓練家 就是 帶他去打訓練家 現在升級的level更高 OK 沙包神啊 草水是吧 我們用水是吧 他用那些什麼技 不知道是什麼技 這個 縮小 是不是 好像是縮小 應該是吧 嘩 被人撞死了 Oh My God 為什麼他可以玩閃避流 為什麼可以玩閃避流 這麼噁心 神經病 神經病 打贏的 不過 是打贏的 但是 另外那些精靈 升不到 還有他的學習裝置 是不是全隊加的 好似 好像 TURN ON 有了 嘩 原來他不是幫我整隊加的 一開始拿的時候 要自己開的 難怪可以 那這裡真的虧本了 不要緊 這裡我們照用水技 OK 他用了科獻 走一走 先把猴子拿出來 換猴子拿出來 先把猴子拿出來 先把猴子拿出來 然後吸收 又放技 隨便 放水技 糟糕 很痛 被人瞄了 OK 我們換一隻飛人 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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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是 如果對方有帶道具 會吃掉他的道具 刀 還是不知吃 忘記了這招技 叫什麼名字 總之是吃別人樹果 但是這招厲害 這個是 厭反 厭反也是有用 我們這招先學 兩招飛人幾學 嘩 不夠打 馬上轉 這招要用水打 這招要用水打 完全打不贏 這招 惡技 不是這招 這招是魔爪 沒有了 沒有了 輸了 神經病 實在太難玩了 這裡我們先送他一個飛人 再用吸收 他每次都用這招真的很煩 至少換一隻火蟹出來打 挖地 不要緊 死了也不要緊 打贏就行了 打贏 睡覺 接著我們換一隻 這隻出來 他這個是有雷 是岩石 還是我們用水技 神經病 有什麼可能 他22 他一下雷拳打死我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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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哈哈 神經病 很難打 這個動物又是 剛剛升一升 那隻小鳥 已經進化了 這隻是鋼鳥 但是沒有鋼屬性 暫時還沒有鋼屬性 暫時還沒有鋼屬性 現在再試一試這個導管 一開始就是用這個 賀童去打 扣一扣他這隻去 我們直接用鋼屬性 再用水技 他會用這招火蟹 馬上換鋼屬性 然後用砍鋼屬性 然後用砍鋼屬性 由潛落地 這裡換... 換這隻鋼屬性 然後我們用這招火蟹 然後用這招火蟹 然後用鋼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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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看他的傷害都知道 他的能力真的高了很多 因為正常上一招的水技 不會打得那麼少 雖然只有40攻 但是40攻也不應該打得那麼少 大家看看就知道 留意一下血量 你就知道他的... 他的特防那些血量又有多高 好 很多水 然後... 咦? 可能要再拿出來用 對了 這樣 噢...睡著了 這個可以怎樣打 咦?有沒有機會 這次有機會 可能 橘色的 不是普通的 噢... 我的天 打贏 嘩...還有一隻油肌拉在後面 怎麼說 大佬 神經病 最好的情況就是這隻 就是這隻河童學到另一招水技 對 有沒有招式機 還沒有 沒有任何招式機 沒有任何招式機 這個Z有沒有用呢 其實這個Z可能有用 我們... 戰艦給一個 我們給我骨燕 我骨燕 可不可以用... Z的... 電光石火 試一下 我們直接 直接試一試 有喔 100攻喔 你知道... Z的普通攻擊 我們試一下 是什麼情況 好... 來吧 看看他要出什麼 有什麼動畫 喔... 好像有型 多型 不錯 但是拘到多少呢 不知道可以 拘了這麼少 可以回去 換個水 換這裏 他吃藥啊 剛才 是不是吃藥啊 剛才我吃藥 他應該吃藥 剛才那裏 有可嫌 換個火 Double take 燒它 搞錯啊 OK這隻 水技 撐多一下 哎呀...麻痺喔 但是... 就算我這裏打得贏 不知道後面那隻 打不打得贏 因為後面那隻就是... 尤基拉嘛 尤基拉也是要用水打的 要用水打的 就是說我要用河童 但是河童呢 只剩下很少血 如果打完小拳石之後 唉...真的救命了 這裏用派遞好像中高攻 啊...不是喔 他有普通系的 對 逆具吧 Z技吧 其實我覺得我突然可以死掉 咦...打得贏 突然 睡了 接著來了 水技 再水技 他3打得死 這裡 打死 然後下面一隻尤基拉 這隻先 應該比他快 對 可以 還可以升 非常好 只剩下兩滴血 水技 打得他多不多呢 已打到一半都可以 接著可以用格鬥打他 唉...有機會了 終於看見這個勝利的道路 啊...搞定了 神經病 只是道館訓練家都打得贏我 不要說管主 不要說挑戰管主 道館訓練家都打得贏我 真是陰功了 來了 我們第一隻帶河洞上前 OK... 你在這裏 我就是小光 這是我尼比斯的道館 我是這個岩石系的使用家 岩石非常堅硬 是我真男人的存在 好...你想打贏我 沒有可能 在這個岩石面前 這麼堅硬 來了 帶岩石 有一個極巨化 OK 有一個極巨化 有不同說法 我們來個極巨水 極巨水 極巨水 拿下雨加速度 我沒記錯好像是加速的 水是加速 好...我們用極巨水 哇...真的神經病 OK... 這裏有極巨化 有不同說法 有機會可以立即贏 我覺得 這是什麼 追打這招 這隻岩石龍 照用水技可以 起碼打一半 這招 一半也不行 哇... OMG 這招死了 有機會輸 這裏有機會輸了 這裏有機會輸了 我們打開車 對 格鬥系 吃藥 那些什麼訓練家 有沒有搞錯啊 竟然敢吃藥 已經給了這麼... 已經給了這麼好的... 就是... 給了這麼好的... 條件給他 在這個情況下 竟然還吃藥 這些訓練家 真是神經 好啦...又要輸了 又要... 這隻丁 其實贏到的 其實只要... 只要... 他中間那隻龍 那隻岩石龍 有地面技 或者有什麼技可以打贏呢 啊... 不是啊... 都未必有 要格鬥技才贏到的 這個道館 我都說第一個道館要有水系 但是這個水系呢... 很明顯不足以打 因為為什麼呢 我再說... 讓我再一次告訴大家 究竟為什麼這隻遊戲難玩呢 就是因為... 他的訓練家全部調整能力值 就是調整最完美的個體值 最完美的努力值 以及最完美的性格 那就是說 他已經是處於一個 最佳的作戰的時刻 你可以當是 但是呢... 鑑於這個是一個... 一個通關 一個主線內容的劇情 這個遊戲 所以呢... 其實理論上 一開始是不會有這麼多時間 去練一隻訓練 就是練精靈 練努力值 生寵等 除非他一來有一個蛋屋 在裝給我 然後也有一個地方安置給我 可以練到努力值 否則的話呢 其實這樣的設定 是不太好 雖然這個是困難模式 雖然這個是困難模式 但是呢... 都未免太困難了吧 未免太困難了吧 我打算是可能... 精靈上有改變 或者是... 或者在level上 他有一個特定的level 例如第一個道館就有17 然後第二個道館就有25 但是這個不是... 這個我打得越打越厲害 現在22呢 這個道館 神經病 這個道館真是... 唉... 好啦,我們今集玩到這麼多 這個最終紅 下次再打這個小光 他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拜拜 拜拜